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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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朋友們大家好我是K&Ajina 今天我們來到了傳說中的都市傳說 沒有錯 今天我們要獵捕的是 SCP-303 他又被稱為叫做門後男 那為什麼叫門後男呢 因為他很喜歡躲在這個門的後面 所以呢鋼鐵人又派我去抓他 奇怪為什麼鋼鐵人每次都不自己去抓 每次都要先派我去抓呢 算了不管了 反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你們要先按下喜歡 並且按下訂閱按鈕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 然後我們這個門後男 我們要去哪裡獵捕呢 聽說他跑到這個洛盛都的都市裡面啊 來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下去 先去找一個有門的地方 或許就 欸 欸 我已經拉降落傘了欸 太快了吧 啊我死掉怎麼回到這邊來 怎麼回到我家怎麼不是送到醫院裡面去 算了沒差沒差 我們趕快去找這個門後男啊 開著我的跑車過去 那我這邊有接到一個可靠的消息指出 聽說他現在人在這一個警局欸 我們馬上過去看看 他沒事跑到警局幹嘛 來了來了就在前方 警察局已經到了 然後 他說在警局 不知道在警局的哪裡欸 應該是在室內吧 因為室內才有門啊 室外的話 應該是不太可能對不對 來來來我們進去警察局的裡面 確認一下 來來來來 我們進到這邊 然後他人在哪裡 我沒有看到他在哪裡欸 我們稍微找一下 什麼 他在那邊欸 SCP-303 他怎麼會在那邊 所以我現在只要想辦法把他打開門 我就可以抓到他 好試著去開開看 等一下 怎麼突然產生了一個強大的恐懼感 我現在想要開門 但是 一陣暈眩 等一下我眼睛有點髒不太開 他是不是使出了什麼念力啊 讓人家沒辦法把這個門給打開來 那基本上呢 SCP-303 他是一個裸體 沒有性別瘦弱 而且是紅褐色的皮膚的人型物體 那不同於一般的這個面部喔 他的嘴巴佔了極大部分的這個範圍 而且有過大的人類牙齒 我這邊遠看好像也是這樣子 有沒有 他有那個牙齒 然後 會聽到一個持續的喘息的聲音 然後這個喘息聲呢 可以穿過這個門 因為他的喘息聲非常非常的大 讓你們聽一下他的這個喘息聲 然後所有只要有嘗試要開他這一扇門的人都會產生恐懼啊 看來我們只好請出一些比較非常的手段對不對 我們找了一個第一級的人員 來試試看 叫他把這一扇門打開來 他現在正在猶豫 這時候我只好使出我的殺手劍了 等一下我的表情怎麼這樣子 非常的帥氣 你們是不是也覺得我臉非常的帥 來前面這個第一級的人員 如果你不把門打開 我就要把你給殺死 不行啦 如果我開門的話 這個SCP303會把我給殺死啊 但是如果你不開門的話 你將會被我給擊殺啊 你考慮一下 再給你10秒 9 8 7 6 5 4 3 2 1 哇哩 他真的0口被我射殺也不肯開門啊 我們再叫其他低級的人員來 唉呦 他這兩個人怎麼長得這麼像 感覺很像同一個人有沒有 你們是雙胞胎是不是 來你剛才也看到這個低級人員的下場 如果 你不開門你就知道你是什麼下場啊 欸不行啦 我只要開門 他就會把我給殺掉啊 不行啊 看來沒辦法 我只要使出我的殺手劍了 來 你拿著刀叫他去這個開門 如果他不開的話你就拿刀捅他 來你趕快去那個開門啊 不然我要砍下去囉 我砍吃我這一刀 阿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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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刺一刀就死掉了欸 哇勒 看來怎麼威脅別人 別人都無法把這個門給打開來啊 欸 等一下 他是不是不見了 我看一下 欸真的欸 他不見了欸 看來這個SCP-303不是這麼好追捕啊 那我要去找一下 他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欸我的車怎麼不見了 算了開緊車好了 這一次聽說他跑到西門那邊 走了 嗚呼 喔 剛才那個是不小心的喔 不算是犯法的行為啊 畢竟我是洛盛都怎樣 最優良的公民 等等等等 西門的店在那邊 我們去看一下 SCP-303跑到那邊要幹嘛 難不成他還想要買車嗎 走了走了走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 SCP-303 你們不知道那是什麼 就在這邊啊 可惡 可是這樣子沒有辦法去開門欸 欸對了 後面是相通的 他沒有門啊 我直接走後面 我們不要開門 我們直接從後面 把他給逮捕好了 來來來 我們直接從這邊靠近他 欸嘿 直接跟他有一個肢體上的接觸 阿咧 阿咧 直接GG 怎麼會這樣子 哇咧 又死掉 怎麼會 阿咧 阿我醒來怎麼在游泳池裡面 怪怪的齁 我只要想要靠近他的話 他好像就會讓人家產生強大的恐懼感阿 我剛才直接暈眩過去阿 看阿我們直接通知給這個鋼鐵人好了 看阿我們先過去那邊 先確定他還有沒有在西門那邊阿 走了走了走了 先打電話給這個鋼鐵人 好傳個簡訊給他 OK 這樣他等一下應該就會過去了吧 好了 我已經到了不知道鋼鐵人到了沒耶 然後他還有在那邊嗎 是有點懷疑阿 喔還在那邊 我再打一通電話給那個鋼鐵人好了 太來了太慢了吧對不對 等一下我的手機怎麼壞掉了 阿對了 只要在SCP-303附近 我們所有的電子設備都會壞掉阿 現在我們只能等待這個鋼鐵人的到來 唉唷 小副通知我來這邊 我們看一下 唉唷 這個 SCP-303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這還不簡單 我不要開門 我直接發射飛彈就好啦 唉唷 是不是 他冷咧 SCP-303直接被我給炸死了 他整個黑掉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SCP-303把他回收去這個收容所吧 看來他沒什麼傷害跟破壞力阿 然後 西門的這個店呢 發生火災 算了 反正西門這個人也非常的狡猾 偶爾讓他火災一下也是OK的吧 對不對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在最後呢 我要感謝這些加入Youtube會員的人 因為有你們讓阿金變得更好 感謝你們 就這樣